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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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辰 哥 你怎么突然进来了 你先忙怎么了 是不是受伤了 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会受伤呢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如果没受伤 为什么不让我看一下 哥 你很奇怪 怎么非要扯我衣服 因为我不想被人隐瞒 莫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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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就算觉得孟晨像谷雨 也不能这样去演唱 莫 梦珊 你为什么带着行李啊 我要去泽宇的医馆 那不行啊 他是个男人 你不是个男人吗 梦珊 哥错了 哥不应该那样 但是大晚上在一个男人家里面留宿 是很危险的呀 哥 你又亲我又搬我衣服 到底谁比较危险啊 是 是 哥错了 但是我不是想着 怕有什么事 你在瞒着我吗 我瞒你什么啦 哥 还有我问你 你在我面前 是不是没有秘密 是不是对我从来没有过隐瞒 莫 梦珊 莫 梦珊 莫 梦珊 一路锁定 注定今生追缘 若没有你 是不坦白 不坦白 你果然是女侠 你昨天来医馆的时候 我就想问你 是不是跟小生哥吵架了 我哥在怀疑我的伤口 我哥在怀疑我的伤口 幸亏你提前用模具帮我做了覆盖 幸亏你提前用模具帮我做了覆盖 要不然 我的假身份就要被揭穿了 我的假身份就要被揭穿了 亲人 我会拿性命守护 而仇人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接近密室 密室 什么密室啊 守密室的哨子把你打晕了 说你动了密室的门锁 所有的杀手进入血济堂的时候 都立了规矩 未经得允许 绝对不能靠近密室半步 这是死记 我知道师父 我只是不小心走错了 不是刻意要接近密室的 走错了 你要不要再想想 还有没有别的说法 教头 要好了 这是血济堂 专门用来测探子的焚心伞 喝了一个小时之后 你就会感受到万亿浊心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既然去了密室 自然要给堂里一个交代 你是随着我 探紧血济堂的 也是我的徒弟 这焚心伞的苦 能免则免 该说的话 我全都跟你说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师父 我没有 我只是按照你的吩咐 在堂里走探险路 这才不小心走错的 哎 教头何必审得那么辛苦 这碗要喝下去了 祖宗八代都跟你交代明白了 算了 堂主还等着呢 葛大夫 古语是我亲自带的徒弟 他如果是个探子 绝对不能容他 但也不能冤枉了他 你先看着他 我去看看啊 他今天回来时的线路 嗯 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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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gauche 齐子云 哥 哥 你干吗 告诉我孟神在哪儿 他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 我告诉你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他到底在哪儿 我真不知道 走 走 快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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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动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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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主 是我错了 你要罚就罚我 不要罚他 教不言师之过 启明 你懈怠了 带徒弟出任务 连密室不能靠近 都能忘了 这可是咱血迹堂 最重要的门规 堂主 我认罚 我认罚 是我牵连了顾云 求您放过他 不是的 师父 是我错了 堂主你要罚就罚我 师徒之间 能互相帮衬是好事 顾云 带你师父去疗伤 我去找葛大夫给你治伤 刚才又没有伤到那儿 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 我没事 我没事 师父你的伤比较重 告诉我 为什么进血迹堂 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 我就给你喝分心思 你还是不相信我 你还是不相信我 拿着粉心思 我自己管 别再猜疑了 别再猜疑了 我是谷雨 一个 能和你并肩前行的人 若愁长想 你就要看月阑珊 爱若心寒 阴谋锁定 注定今生追远 若没有你 时光般般如约 心若搁浅 怎样破剑沉叠 总人隔离 心不变 心不变 灵阴纠缠 爱很疯烂 心若惆怅 想你就要看月阑珊 爱若心寒 心若惆怅 爱不留着 我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